持送佛号百万遍 透过总回向 希望令一切众生平安 中华佛教护生协会 在疫情的期间 发起起安息灾 百万念佛来祈福 各地的信众 经过多日的修持 共同送持佛号百万遍 在弘法师的大殿 举行总回向 由理事长远章法师主法 回向给世界与众生 我是中华世界佛教大悲父法协会理事长 我是法律者欢喜恭敬 跟安恩的心 来参访我们中华佛教护生协会 所主办的这一次的 百万念佛大法会的 消灾起无法会 那刚刚很多这个吉祥话 几位理事长大德都讲过了 那我就把我们平时 我们在回向的 希望电视之前的朋友 听到跟着我一起念 自心忏悔 自心发愿 自心皈依 自心供养 自心念佛 自心放生 自心监政佛堂 自心修法 地质重等 愿以此功德 起愿飞向 中华民国 国运昌隆 风调已顺 国泰民安 武汉会员 新冠病毒 速速消弥 现场众多声团法师 与信中代表 将邻居众人的悲心 助导持咒的功德 回向给世间的终身 大众专心一致 在法师的带领之下 随着疑问 礼尽 发愿 忏悔 持咒 回向 全场庄严 又涉心 史方新闻 贵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后探索 离 再度 计划